不久前 私密的美國語音社群軟體Clubhouse 在中國爆紅 中國網民之項受了短短幾天的言論自由 Clubhouse就被中共官方封鎖 無獨有耳的是 服務器在海外的AI換聯軟件Avaterify 在中國連續爆紅了7天後 同樣遭到中共當局下架 中共網信辦3月18號公布 為加強對語音社交軟體 和涉及深度偽造的網路新技術 新應用的安全評估 各地網信部門和公安部門 已經約談了硬客 小米 快手 字節跳動等11家企業 業界人士透露 其實網絡語音監控技術 當局十幾年前已經在做 人的聲音如同指紋 具有獨特的聲紋 業界人士表示 中共目前加強語音監控 也是同樣的目的 而另向人工智能 深度偽造技術 機器所需要學習和模仿的不光是人的聲音 還包括圖像 神態 動作等 中共要加強對這項新技術的監控 意味著網民的個人生物信息也將被大量收集 這個主要是用來管束老百姓 好像是沒有對人類文明向前發展 起什麼促進作用 語音識別 還有其他什麼大數據分析 電磁篩選 這些都是他們對網絡的這種海量數據的間別 已經到了一種 就是有一点荒誕 因為你維穩 你花這麼大的成本 你說世界上哪個國家吃飽的成本來幹這種事情 對吧 而網信辦和公安部選擇這個時間點 聯手施壓11家企業 也被認為是未雨綢繆 可能這一步跟明年20大 今年的建黨100週年 也是有一定的關係的 因為今明兩年 確實也是整個的維穩 工作量還是挺大的 被約談的11家互聯網企業 必須按照網路安全法等法律政策 評估這些新技術的風險 同時加強防控 及時整改隱患 並主動向當局提交報告 下一步 各地網信部門和公安機關 還將加大力度上門巡查 業界人士認為 這也顯示出民營企業 被迫加入中共政府的監控系統 協助當局鉗制百姓 評警或其它評論 百姓公安機關有時公安地 協助當局提交報索機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